用专业点光看电影 拒绝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赫之电影 赵小帅跟安红好长时间了 安红去哪他去哪 最后 安红进小区 不知上了哪栋楼里 他只好换个收废品的过来 给钱让收废品的 站在楼下喊安红 安红开窗露了下脸 之后再没出去 收废品的还在喊 其他居民不乐意 下来交涉 赵小帅少横不退让 正闹着 收废品的已肥快跑掉了 小帅只好买了扩音器 再花钱找个民工 对着扩音器继续喊安红 他给的词是 安红我想你想的是 帅不着叫 可民工喊的是 安红我想你想的是 想谁叫 他想 明天得把词写下来 让民工招着词调开 这时 一盆水 从楼上兜头泼下 赵小帅只好改变策略 在小区门口等 等到第二天 安红终于出去 安红带他回家 进屋就脱了衣服躺下 叫他过来笔画笔画 他都紧张起来 磨磨蹭蹭的 安红扯他上床 眼看就要笔画 突然楼下传来喊声 小帅这才想起 昨天的安排还没撤下 他赶紧下楼 想阻止楼下的民工念稿子 可今天的民工坏了人 不肯听他的话 他说了半天说不通 转眼又瞥见安红要出去 他赶紧追上来 可安红已经变了脸 又不搭理他 楼下民工还在念 他气恼地冲过去 将扩音器砸了 第二天 小帅又在路边等 一辆大奔停面前 司机找他接火点烟 他走过去点火 司机却突然给了他一圈 接着 很多人从车上下来 将他打得满头戏 他操起一样东西抡出去 东西撞到电线杆 那些人回头 又打了他一顿 领头的司机说 我就是刘德龙 你要是再没完没了地缠着安红 我下回要你的命 小帅也不示弱 孙子 我要不把你那手剁下来 我就是你孙子 刘德龙走了 不久小帅在医院里醒来 眼前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正关切地望着他 他是被眼镜送到医院的 检查结果 牙没事 眼睛没事 脑袋受了伤 眼镜把皮包给他看 因为是一台被毁的电脑 眼镜说 一万三千多的新电脑 被他摔坏了 他得赔 小帅不记得 眼镜就帮他回忆 中午十字路口 好几个人打他一刻 眼镜从旁边经过 他抢了眼镜的包抡出去 包装到电线杆 摔坏了包里的电脑 小帅说 我抢你是因为有人打我 你应该找打我的人陪去 他铁了心不认账 眼镜没办法 只好问他 那人是哪个单位的 我找他去 小帅就说 安达娱乐公司 开业总会的 叫刘德龙 眼镜走了 小帅也回家了 他是卖书的 屋里的书堆满了 没几天 眼镜竟找到家里来了 先感叹一下屋里书多 然后拿出电脑说明 说话发票 还是谈赔偿的事 眼镜是个读书的 他不想麻烦警察 也不想找人 把招式者打一顿 他就想讲个理 有理 走遍天下 今天 他又找过刘德龙 刘德龙刚从澳洲回来 正好在公司里 他提议说 最好三个人坐一起商量 看事情该谁负责 小帅答应了 他正手找不着刘德龙 于是二人去刘德龙的公司 刘德龙正给情人打电话 眼镜刚开门 小帅就火人冲进来 手里拿着菜刀 对着刘德龙揪开 刘德龙吓得赶紧逃 小帅追了半天没追到 气得撂侠狠话 只要我不死 你这手就不是你的 我跟你没完 为这事 小帅关了七天拘留 出去时 警察劝道他 有话好好说 不能不讲理 出去不准再闹事 否则性质就变了 既然是卖书的 就把卖的书都堵一遍 懂了法 处理问题就不一样 小帅回到书摊 这是安红来了 安红跟他道歉 说自己只想让刘德龙 跟他谈谈 没打人的意思 事情闹成这样 他觉得过意不去 关这么多天 生意也耽误了 他得给小帅补偿一些钱 小帅不要紧 他只跟安红谈过 没有别的女人 后来是安红把他甩了 跟了姓刘的那家伙 他就不明白 刘德龙靠着棒老女人上位 哪里比他强了 可安红说 他跟刘德龙没戏 两人都好些日子没联系了 小帅就高兴起来 让安红别管了 后面 都是他和刘德龙的事 跟安红没关系 既然安红又成了一个人 小帅便愿安红晚上见 当晚 小帅换了身衣服去见安红 去敌厅跳了活舞 再带安红回家 正要开始比划 忽然听见眼睛在外面喊 说事情有了变化 他找刘德龙好几趟 最后搞了个方案 小帅着急赶眼睛走 眼睛却把协议从门方里塞进来 安红的热情迅速下降 不一会儿 就说是东西要离开 眼睛见美女从门里出来 才明白自己怀了小帅的事 但他还是进了屋 既然美女走了 那就继续谈赔偿的事 协议内容为 三封签字停战 微表诚意 刘德龙远出资五万 对小帅的精神 和眼睛的电脑进行补偿 约好两点半见面 小帅和眼睛早就到了饭馆 小帅点了一桌菜 边吃边等刘德龙来 眼睛强调 接下来的主题是和平 刘德龙不想为这事打来打去 情愿破财免灾 顺便交个朋友 一会儿 刘德龙就带现金过来 眼睛给自己倒了杯酒 一抬头 突然惊得跳起来 对面的赵小帅 正拿着菜刀削猪蹄 小帅有备而来 还是要夺刘德龙的手 答应签协议 只是为了利用眼镜 把刘德龙约来 眼睛记得当场要走 却被小帅拉住 小帅将菜刀藏进信封 再将信封 贴在眼睛的手臂上 威胁说 要是眼睛不听话 那他的刀也不会听话 眼镜只好坐回去 小帅拿信封再掌心一抹 立刻擦下许多血迹 他对自己都这么狠 对别人 此不用说 饭馆里进来一群 跳舞的大妈 眼镜说 人多眼杂 干不成事 可小帅不在乎 只要眼镜配合他 把刘德龙稳住 他就能把刘德龙的右手 给剁了 眼镜想了想 从花盆里捡了块板砖 跟装了菜刀的信封 摆在一起 又偷来椅子 坐小帅旁边 说板砖和菜刀 都能达到报复的目的 板砖拘留十天 菜刀判刑五年 如果小帅同意用板砖 他就同意帮小帅 稳住刘德龙 而且 板砖打人不能打脸 最后是脑部以下 比如拍腿 攻下三楼 这样既没大威胁 又能损坏 刘德龙的形象 当经理的走路 一拐一拐 多丢人啊 小帅听到一愣一愣 直夸眼镜是读书人 阴险着呢 眼镜变焦塔 下手前 要先想好 既打击了对方 又保全了自己 物诚一时匹服之勇 对抗中全身而退 这才是真高明 小帅听劝 登记把菜刀伸进包里 眼镜满意地坐回原位 小帅却又抱着板砖说 先用白砖 自用菜刀 双保险 眼镜哑然 跟情刚才全都白说 小帅心情不错 眼镜失魂落魄 刘德龙还没到 只来电话说 有时耽误了 最迟一小时后到 这时小帅忽然说 你现在可以走了 说完 从包里套出一样东西 正是眼镜的同款电脑 这是小帅照说明书买的 电脑降价了 只要九千多 于是 小帅又买了两千多的软盘 眼镜高兴极了 同时又有点不好意思 他问小帅 以前一直不肯赔 今天是怎么了 小帅说 这叫料理后事 他要把所有的事都办了 谁都不欠 后面只剩他和刘德龙 跟眼镜没关系 他要求眼镜赶紧走 直接回家 别坏了他的事 眼镜还想劝 他说 我理解你 可小帅仍是跟他走 他抱着电脑走到门口 小帅叫着他说 过几年想买收的时候 来找我 眼镜出去 第一想的是打电话 可公用电话坏了 他只好满大姐 找人接大哥大 看到一位大姐友 他立刻抢来 拨了安达公司的号码 可刘德龙不在 他急得发疯 这时 小帅赶来制住他 把电话还给大姐 又说 他是自己二叔 有神经病 所以才乱抢东西 实在对不住 眼镜争夺小帅 还要找人接大哥大 小帅上前捉住他 见他拖回饭馆 又把陪他的电脑 收了回来 小帅很气愤 淡满眼镜背叛他 眼镜说 我这是为你好 我能理解你 小帅不信 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 大道理他都懂 可劝了自己多少天 还是劝不住 非要干到底 眼镜说 之前他的目的就是电脑 但小帅把电脑陪他了 他又觉得 陪不陪电脑都无所谓了 他现在为的是人 他想帮小帅 说完 他孤独灌下一杯酒 抬手就把桌子掀了 服务员过来阻止 他又朝女服务员扑去 饭馆里混乱起来 他趁机又掀了几张桌子 他说 我就叫你干不成 人们围上来将他捉住 小帅突然跪下来 叫他二叔 求他给自己留点面子 说完 小帅站起来 拿胳膊将眼镜控制住 这时 敬礼也来了 眼镜赶紧说 身边这人要杀人 可没人信他 小帅说他脑子有病 喝点酒就犯病 他的嘴里有酒气 而且 之前被他抢过手机的大姐 也在饭馆里 还帮小帅做了证 于是所有人都相信 他是真的有病 小帅请经理找个地方 让他静静 经理直指楼上 小帅便靠上他上楼 进了楼上的房间里 他挣扎反抗 小帅就拿绳子 将他绑在椅子上 又担心他乱说 干脑干脑连他的嘴叶涂上 小帅答应经理 等他安静下来就送医 说完又给经理一些钱做赔偿 经理并不再多问 下楼去收拾残局 眼镜还在挣扎 小帅却心情打好 他得意地下楼 楼下已收拾干净 大姐站在台上唱歌 小帅把包挂在椅背上 自己也跳上台 跟大家一起唱 唱着唱着 刘德龙来了 小帅唱歌不停 刘德龙坐在挂包的椅子上 对着他欣赏的鼓掌 看上去 刘德龙真是交朋友来了 小帅唱完下台 跟刘德龙握手 坐刘德龙对面 他说眼镜出去了还没回来 刘德龙也不多想 掏出五万星星摆在桌子上 刘德龙之前都是太冲动了 要没这事 互相还能当哥们 小帅应付着点头 双手就到处摸 周围都被清理过 找不到板砖了 他站起来 说要写上收条 需要从包里拿纸笔 刘德龙这才明白 自己占了小帅的座 于是赶紧起来 让人互相换了座 刘德龙等小帅打收条 小帅摸着包 又说 还是把眼镜的电脑前 从五万块钱里分出来得了 刘德龙没有反对 就依他的 拆了现金 开始点钱 一次点两张 右手排在桌子上 小帅看得满头大汗 右手已经摸到刀了 正要动手 突然旁边一阵欢呼 大姐挣过生日呢 她动作骤停 吓得不轻 刘德龙的右手还在桌上排 钱快点完了 小帅再次拔刀 正要动手 大姐忽然凑过来 生日过完了 大姐要走了 临走前想跟她握个手 她只好放下菜刀应付局面 等大姐走了 她重新握刀 想动手时 忽然一声巨响 头顶的音响猛地落下 砸在刘德龙头上 刘德龙被砸得满头血 被人扶起来 送医院之前 还提醒小帅把钱收好 小帅看着晃在半空的音响 半天也没想明白 最终她收了钱 背着包纸被离开 到门口是想起来 不知眼镜怎样了 眼镜在楼上很不好 先前她在楼下大闹 碰到女服务员的胸 服务员叫来当厨师的二大爷 在楼上对不能动 也不能叫的眼镜动了私心 眼镜被整得受不了 终于爆发起来 楼上的柜子被撞倒 同时楼下的音响也被震掉 等小帅上楼 看到的已是一片狼藉 眼镜却不见了 忽然又听外面一阵尖叫 小帅追出去 发现眼镜一扇蓝绿 正提着把菜刀要杀人 经理觉得不得了 小帅也难闷 眼镜不是那样的人 是谁欺负了她 把她急成那样了 这时 小帅说她没病也没人信了 小帅只好拦住眼镜 说这事办不成 又拿出电脑 劝眼镜别折腾 眼镜看也不看 抬手牵了电脑 还是让着要杀人 小帅只好夺了她的刀扔地上 眼镜就喊 把刀还给我 小帅掏出自己的刀 送到眼镜手边 那手钝了钝 把刀握住了 小帅不信 又展臂当在眼镜面前 指着自己的手说 你要不给我剁 要不你把刀扔地上 听明白了吗 我数三下 一 二 三 你听明白没有 你不是真疯了吧 要不剁 要不把刀扔地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眼镜下刀了 为这事儿 眼镜被关了七天 中间小帅来过很多次 替他说好话 还说不怪他 他也没出全力 小帅伤得不重 出去时 警察劝导他 不能随便舞蹈弄枪 有话好好说 既然是搞电脑的 也不能搞电脑就不要脑了 眼镜走出去 看见外面一出租车司机 正举着个牌子 接张秋生 眼镜就是张秋生 他走去疑问 原来司机是小帅骨的 专门等他出来 小帅又陪了他一台电脑 还付了一封信 小帅在信上说 他想明白了 眼镜一直在编着发的帮他 他没什么朋友 但他把眼镜当朋友了 新的末尾留了他的新地址 他搬家了 换个地方 也换换脑子 想想日后的事 张秋生把地址告诉司机 他决定 先去朋友拿看看去 这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有话好好说 1997年上映 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人 意外凑到一起 一个不读书 追女友奉行死缠烂打 对敌人奉行能动手 就不动口 还下定决心 又动了别人的手 可是到临头 却怎么也办不成 反倒是那个读书人 信得是游离走遍天下 被欺负极了 还真敢动刀子下手 很多时候 嘴上的理解 并不是真的理解 没逼到那个份上 谁也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大道理谁都懂 可一旦急起来 也真是天王老子都顾不得 有话好好说 是讲文明 可文明 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厉害关系能讲得一道一道 可决定要豁出去了 便什么也管不了 这种情绪的临界状态 紧张动荡 一点就占 电影全程采用手持摄影 晃动的镜头 更加显示出 人物内心的不安和躁斗 愤怒到极点的人 需要的也许并不是讲道理 而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情绪总得找到一个出口 得到共情之后 冷静下来的人 才有了有话好好说的基础 我理解你的感受 这句话并不像看上去的 那么容易被接受 对方经历了什么 事情的发展过程如何 一切都不在自己的经验中 自以为的理解 有时并不是真的理解 设身处地的换位 反而会让理解的说法 不提自灭 好好说话是休养 没办法好好说话 也不一定就是折腾 表象与内在并不常常同步 闹得凶的 说不定早已在心里认怂 表面切弱的 也可能做得比狠人更狠 而真正的交流 只会发生在 对背后实情的真切体悟 和接受之后 和之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